诲唯 诲唯 诲天看 诲唯 诲唯 你没看我这忙着呢 能不能别捣乱 行 我等你啊 小米烈 小米烈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 晚上给我看电影啊 不去 教你你去啥 田奔奔 我刚刚邀请小米烈跟我去看电影 你就来了 你还有个限量后套没有啊 你教你呢 那小米烈跟人看电影她说了算 你跟我去 行了 你俩能不能别在这捣乱 去去去 上那边 在那边站会儿 告诉你啊 站那儿 别说别动 坚持五分钟 等我写完了 带你们去啊 行 行 我等你 小米烈 只要她不说话 我就不说话 哥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跟我比啥呀 那我在这儿不动 你还不动了 不动就不动 谁怕谁呀 从现在开始啊 谁也别说话 谁也别动 敢不敢赌啊 谁要是输了 就离开小米烈 敢不敢 不是 我跟你有啥不敢比的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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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 就这样 保持住啊 喂 秘密啊 当门口是吧 好嘞好嘞 你等我啊 我这就过来了 来了 哎呀 街坊都在了啊 来看看我儿子 笨笨看见没有 哎呀 笨笨在这儿呢 爹也找着你呢 啥意思 你指爹干啥 说话呀 啥意思这孩子 就因为昨天 我说这两句 你跟我玩无声抗拒啊 你是这孩子 你说这简直是 没劲 阮小枪 你怎么也指我呢 把手放下 这孩子 这俩啥造型 狙击手啊 不是笨笨啊 你可答应爹了啊 周末回去吃饭 我跟你妈等你好几个礼拜了 你就在这儿给我整这个 啊 想不说话是吧 王小倩 你是不是上我那个公司投简历 想当收发呀 那现在宣布 你被录取了 但是你要不说话 就说明你放弃了 行啊 这俩小子 挺确实啊 谁也不说话是不是 这为啥呢这是 我问问吧 这样啊 我问 要问错了呢 就外卫嘴 要问对了 眨眨眼 行不 这招行 你俩在这儿 做游戏呢 打赌呢 赌啥啊 谢谢啊 为小笔烈吧 明白了 我看看你俩能继续多长时间 我给你俩掐着点 董事长 董事长啊 那个前两天 我给你递那简历 你看怎么样 同意不同意 同不同意 你问他俩呗 他俩同意 我就同意 哎呀 这还有俩人呢 这啥 什么事 董事长 这他怎么一动不动呢 这也不知道 哪个艺术家 在咱小区 整俩落相 你看 辣线啊 哎呀 这辣线做得真太真了 哎呀 你瞅瞅这寒毛做的 哎呀 这是什么材质啊 哎呀 哎呀呀呀呀呀呀 你看这网绕线 这下部这个阿妩的做的 哎呀 这抠都抠不下来 哎呀 董事长 这不真人吗 你傻呀 这可不就是真的呗那事啊 那真的他俩这一动不动 整个玩人体艺术 来来来 大把大把大把 你先别人家艺术了 听叔叔跟你说啊 你只要把他俩给我整活了 我那公司 明天你来上班 什么家 说话算话 行 这事交给我了 董事长 笨笨吧 爱干净 对不 一会儿呢 你帮我搭把手 咱俩卡 给他插垃圾桶里 这一会儿呢 啥啥啥招啊 这是 那是我亲儿子 你给整垃圾桶里边 你咋想的 亲儿子进垃圾桶里了 我可以给你当干儿子 想别招吧 想别招吧 别的招 有了 啥呀 看看这是啥 一年还随身带呢 哎呀 干啥呀这是 写线条 线条 线条干啥呀 哎 没事 那个 王小仙 看看这是啥 哎 哎 倩条 只要你手往上一按 你就欠我五百块钱了 妈 切儿注意了 越来越近了 哎 妈呀 哎 啥 王小千 你连钱都不在乎了 你这是咋的了 你 干啥呢 你这是 我这让他俩动他 动他 你写了啥呀 你这是 啊 今有王小千 借大宝五百元钱 谁借谁呀 这是 你傻呀你 啊 怎么让你不能这么念 怎么念呢 你得这么念 嗯 今有王小千 借大宝 五百元钱 就一样的 你不写明白谁借谁 他当着按手劲了 那我再写一个 你是偏孩子 再写一个 这回写个五万 你把他家那房子也写里边呗 哎 行啊 行 行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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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别的招吧 我这不是为了让他俩动他呢 你 行行行 董事长 嗯 这个 现在哈 闻的不行 那就得来五的了 五的 那 那 那 他说给我翻 说话波使是不 我认识你 我告诉你啊 就我的体格要骑上去可就不好了 我信心 前一天 你杀 这多好 你也是 你给我挂 这多好啊这样 董事长 这不就解决了吗 你看看这回 你俩换手是啥意思呢 这是 我就不相信 你 这 这 干 干 干啥呢 我这 让他俩动 动 你想点这个有智商的办法 你生觉呀这 你 你这整活了 这儿子不残了吗 这不 也不能 你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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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就给他俩养 放倒 算了 养 养 放倒 对 这能解决啥问题呢 哎 这个 最起码俩人不互相指了吗 都指天呀 那万一下雨不灌篓子了吗 你给他胖子呢呀 哥呗 哥呗 错过来 折了 这 董事长啊 冒昧的问一下 您太太身体好吗 啥意思 不行啊 咱就再要一个吧 对 你看 我昨天岁数我还在要一个 这啥招你想 哎呀明儿啊 哎呀 他俩干嘛呢 叔叔正想问你呢 明儿啊 这俩孩子就得一个动作 一句话不说 是不是俩人因为你 杠上了 我刚才在这儿 给公益活动撰稿 然后呢 他俩在这儿捣乱 我说你俩在那边 站一会儿去 别说别动 站着五分钟 没想到他俩 明白了明白了 解铃还需 细铃人 孩子你上吧 你让他俩动个板 哎呀 我说话那么好使吗 好了 你俩听我考虑啊 预备 放下 毛小恰 前辈们 听我考虑 预备 放下 姑娘 姑娘 你坐下 来来来 我估计你自作多情的 这俩根本不是因为你啊 哎呀 哎呀 大宝啊 董事长 他俩不是因为我呀 我知道我知道啊 大宝叔叔问问你 你是不是一直单身呢 对啊 啊 天明啊 你是不是也一直 为谈结婚嫁呀 没有啊 啊 大宝啊 哎 在咱们小区 有没有喜欢的人呢 有 谁呀 我不能告你 哎呀 这孩子 咱们一看你表白过呢 哎呀 你说这 欲棒相争 跟我这虾耙子有啥关系 啊 哼 米儿啊 啊 你喜欢虾耙子不 我 啊 嗯 我不 不那么个影 啊 嗯 多大一只啊 哎呀 挺肥呀 嗯 这样吧 叔叔今儿晚上给你们安排安排 啊 给你们加把火 订一套这个电影的情侣套票 哎呀 我跟你说暴命花是个可乐拳有啊 哎呀 董事长有冰淇淋吗 我给你订个带火锅呢 哦 好 好 谢董事长 哎呦我的天呐 今天真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啊 哎呦我的天 那个 小米力 啊 走 走就走 哎呀我看电影 这个啦 你站那 那哪走 看那眼人家 看你个头 看 小狗发发眼 小米粒 你不说你不爱吃火锅吗 小米粒啊 你不海鲜贵敏吗 你俩终于肯把手放下了 不是我说你俩 我就一直玩笑话 你还当真了 傻不傻 小米粒 不你说的吗 摄影带人去看电影吗 我是说带你们两个一起去看电影 小米粒啊 仨人一起看电影 看什么电影 小米粒 咱仨去看电影 是看电影啊 还是我看的你们俩啊 哎呀 说啥呢 我是想带你们去看一个公益电影 完了呢 还有一个公益活动 所以呢 我要带你们两个一起去 行了行了 全明白了 全明白了 小米粒啊 你没毛病 叔叔全听明白了 就你们俩 你们这是纯粹为了小爱 在这争风吃醋 人家小米粒为大爱积极创作 你说你俩臭小子把筋骨劲用到工作上 多好 小米粒啊 叔叔支持你 我去给你参加这个公益活动 叔叔啊 您要是能去就太好了 谢谢 某些人呐 太多我失望了 叔叔啊 那我先去准备了啊 好 小米粒 我也去 我也跟你去啊 你去什么去啊 你去一遍的去吧 我上一遍 你去一遍的去吧 这是我啊 带着我了 你去一遍的去吧 哎呀 董事长啊 那个 刚才你说给我和小米粒订那个带火锅的电套票 那我要是当真了是不是就不对了吧 那你就太不对了 那我工作那事当真了没毛病吧 没毛病 这事没毛病 哎 没毛 哎 对对对 你抱的哪个岗位啊 你们公司食堂呢 我们公司没食堂 哎呀 这哪是爱情事业双风烧 这是爱情事业双风沙呀 哎呀